歡迎各位留張福原跑馬4.0的頻度 早幾期說過,今年突然有很多三十多倍的頭馬 確實的數據我統計了二十多年 不過我覺得時代軟變太舊又不需要想出來 要看一看 因為當年的跑馬始終沒有那麼密 第二點就是一路騎士的陣容,軟變不同了 特別一點就是從溫30倍以往近十幾年 平均是贏11至17場 三百萬零一,五毫至三百九九個半 大家明白了,還有三十多倍 但今年跑步還未夠半季,半季就十三四次 當然我們又在統計說,下季放緩 只要我們只剩下三十幾場,就會增加一條數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話 只要我們簡單來說 當我們統計所學的一半保險 極有可能都二十幾場 即是多過以往的 這個呢,不是能夠只是這樣看的 因為減少一些什麼頭碼呢 兩倍以下少了 這個少了,但不是少很多 這個不對,那不應該大局的 那麼五倍頭碼又正常,六倍又正常 但我就統計了五六七 所謂我們叫頭碼派在三十幾四十年 其中一個特色,永遠是五倍的賣多過六倍少少的 即是有時,減不減兩年六倍多一點 但平均的比例是五十五至四十五 有時是五十一、四十九 甚至有一兩年是四十九、五十一的 即是很接近咬著的 但如果由五倍一路數到十幾倍的賣多 一路就是順序減少的 即是說一路有個很有層次 有個階體慢慢減少減少 過去的十幾年都是這樣的 但今年最驚人的地方 原來看到,跑到現在來說 七倍馬突然沒有了 叫做突然只有十場、十一場 很簡單,以統計來說 七倍頭碼,平均是三十八最少 最多五十幾,即是四十幾、五十 現在跑半季只有十一場 十場、十一場 你追落後就很辛苦 我想也是跟計學上的趨勢計 那今年我不相信下半季會贏三十幾場的七倍 而追上來 又是跌了 現在跌的不是少 如果跌少少就不覺得奇 但急跌的,急跌的很重要 由四十場一季 突然間今季只有十一場、十一場 半季,即是跌得很厲害 更加重要,我們中國看一看通 統計數字 特別是很多商業、官僚的人 都看通計數字 幾十年來 永遠是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一直遞減下去 因為是很正常的 但今年呢 突然間我們七倍有缺口 跑到現在來說 六倍馬贏了二十五場 這個不是最新的 我早幾一兩次已經截了稿 但不會相差太遠 七倍贏十場 八倍十六場 九倍十四場 十倍九場 因為你看到是順對下來的 但是突然間 在七倍那裡 就有了缺口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解釋 我解釋有兩個 結合了夜賽結果 鑽式傲場 明明看著它開跑 是六、六、七十元 一住最後 變成五十元 差點成為大門 第一個解釋 就是有些人 勇眾得緊要 因為重鑄 得受了 本來七倍 對工作馬迷 有肉食 大會一住 就搶了你兩、三倍去 這個就是一般人的解釋 我的解釋 其實過去十幾十年來講 永遠是雙頭馬車 或者接近雙頭馬車的騎士 你知 莫雷拉、潘頓 過去的 婚禮院 八九年 八年 八貴 做了十幾十三屆冠軍 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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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屆冠軍 最初的時候 有大勝 跟他抗衡一下 跟著是柏寶 柏寶 兩個幾年 差不多有一年好 差不多可以贏到他 最後被他反勝 但是當然 柏寶 永遠是 跟偉達 雙頭馬車 不要爭 很接近 很接近 如果是頭馬數字 很接近 雙頭馬車 頭那兩個人 贏很多 跟著 第三 第四 今年 當然 何宅耀都很好 但第二 形勢 絕對不是柏寶 過往 雙頭馬車的情況 雖然潘頓的大延門率 已經由以往 刺激率 由以往的三十嶺 去到三十幾 已經多了 但是沒有理由 難道我們叫 在馬圈裏面 難道騎牛腦熱嗎 沒有理由 但是很重要 簡單來說 除了大延門本身 潘頓之外 其實有個意義在 只有騎司機票 因為大部份的場次 當然不是場場 潘頓和莫雷丹 是同場的 兩個人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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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鑽式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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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是長期今季的特色是買 如果大義門開炮的時候五倍 常常買WIN 就有了開銷 但這個是純理論 因為根本你可能 你不知道哪一隻呀 因為最後可能會訂到一隻 例如大義門現在是44元 遲門是62元 也不穩定 可能最後半分鐘一駐一駐一駐 有人通計過 我不是通計 包括我們有顏先生通計過 原來最後三分鐘的頭駐是佔了一半以上 以前一路買下去的 只有一半而已 最後那些大駐才是最後三樓分鐘 我就沒有研究這些 不過問題都看到 用常識一駐駐駐下去 一駐的意思是 隨時一百萬 當然不會是我們普通的馬米 大戶 大戶 有這個形勢出現 如何應付 我沒有解決 或是跟飛行不行 也不是一定可以的 當然長期跟飛可能的 但不是遲少可以的 一樣有回飛的馬贏 最慘的就是 明明是 充二了 那隻 小八和 五、六倍 沒有什麼吸引力 小八和 一路只有五、六倍 如果跑完出去十一倍 是啊 真的假的 一路想賣五倍 最熱上五倍 平均六倍 六倍對手那麼強 他買少少 就是這樣說 如果我知道最有想賣 賣大一點 直播嘛 直播嘛 我沒有留意這隻馬票 所以我也沒有 十一倍 所以回飛一樣贏 就不是絕對 大駐一定得受的 就是我們叫 又難又不難 兩個都有好處的 你長期買起飛的嘛 有機會贏 因為勝出是多一點 你回飛的嘛 因為你回飛嘛 賠得也好了 也不一定會蝕的 對嗎 相對更直播了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這個沒有 我們在馬圈記憶裡面 沒有劃一個定律 哪個出數一點的 看你順便好了 看你順便好了 你跟著哪裏呢 如果你好運的時候 你跟著那邊 就開那邊 買什麼開什麼的啦 如果你不幸運的時候 買那邊就不開那邊啦 就是我自己 在自己的電子報的網 我們的粉絲 我已經經常傳這些 很詳細的統計 不過我都不會 很多人有心機慢慢 漫漫的 但是我 真的看到今年最大的 最大的特色 是突然間沒有了七倍的頭碼 這個是 我想沒有什麼人做的 那麼詳細的數據 我唯一是 我有做啦 原來我看回自己的電腦系統 上個世紀 沒有了 最初八十九十年代 就不是很齊全的 不是很齊全 近二十年就雙一齊全 那就比較有趣一點啦 這個我拿出來跟大家聊一下啦 是 好啊 那麼就 最後的大湖 最後那柱的票很大 其實現在以前可能 一個價位 半個價位 開完閘 還沒開閘前 還沒開閘後 現在可以動不動呢 就沒有了一兩個價位 不知道是不是這麼厲害 這麼準確 現在 鑽式也是啊 一路見他已經在下飛了 最後打完 跑完出來 只剩下五十元 只剩下五十元 開飛如果沒記住就好像九倍 是啊 近年都跌下跌下跌下跌 長期只剩下六七倍啦 是啊 打算都是六七倍 跑完出來只剩下五十元 不如說另一個接近的話題啦 因為有了回饋近十幾年 出現了就永遠WinPay不一定吻合那個狀況 已經說了啦 在未有這個大蘇菲回贈的時候 差不多九成九的大院門 都是位置最多的啦 因為根本是很正常嘛 你買開Win就買Win 買Pay有買Pay 但是WinPay基本上都是同一批客人來的 有很多回饋之後可能 位置那個回贈不是很吸引的 那就令類人買啦 不一定是普通人買啦 沒有理會啦 總之結論就說 每年都 平均每天就有一至三場 有時沒有的 不一定的 零至三 每天有零至三場的賽事 大二門就不一定是位置 位置最多的嘛 是啊 但是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他們一樣會穿Q的 如果你長期買下去呢 就不用輸的 就是說這場有大門 位置飛不是最多 最多又不是大門可能二次元本三次元本呢 你長期買Q呢 打個和的 不用輸的 因為這樣搭下去當然不會好分 但是平均每七八次就跑出一次 那你平均有七百次呢 那你七百倍呢 那你都收回本的 那這個又是這樣說的 又是那個採詞呢 千變萬化 你很難呢 除非你真的那麼聰明 有個電腦幫你 其實我覺得是電腦盤來的 你只需要按按鈕輸入 那這樣就有計算 對呀 因為你哪個快呢 有時候看得不來 我們整個電腦時代 你現在很多訂的位置 什麼位置 什麼車 按鈕輸入 按鈕輸入 什麼都可以 申請牌照 九點零零分 按鈕輸入 你都按鈕輸入 原來滿了客戶 是嗎 是嗎 那為什麼呢 你IT一定明白了 當然有些電腦東西的 古人精怪 真的有時候 所以如果你不靠這些 你想一下 現在有時候開閘幾個時候很短 你怎樣刀得切 買哪一隻 買幾刀 按得來都已經開了閘了 但是你以前在我們笑話 就是七十年代 就公平一點的 為什麼呢 你買票 就全部Cash 沒有電子錢 那你要逐張按的 逐張按的 即是我們叫做打票的那些機 逐張按 按下去 那最多一張都是五百元的 你要買一萬元 要按很多次 按到那個人手軟 要按不切 首先你要走到那個窗口那裡 給人家一個人數 一個人數 一個人幫他打 那時候 在七十年代 我見過 一大批錢隊 一百元 五百元 他幫人數 一邊打 一邊跳票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時代不同 按一次 幾大都可以 按一個鈕 1秒 0.5秒已經輸入了 是呀 輸入了 看你的網絡多快 但是又快很多 不同 輸入了 但是它的顯示是延遲的 因為它 儘管做得多快 都好 每二十秒 變一次都二十秒 即是 它已經做了那個 交易 但是沒有那麼快 不可能每二十秒 你同時收到那麼多的交易 你怎麼可能一次過 立刻 就是Viu Time 告訴你 什麼時候不可能 不可能的 你做IT 你解釋一下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 打完出來 為什麼沒有那麼多的 被人打劫了那麼多 或者多了那麼多的 其實現在的現象 我覺得 越來越普遍 另外最好笑 我們說一下 PC沒有給人買 不要緊 現在很多 十個零一的位置 真的很神奇 最後一駐 是啊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大延門那些 最後一駐 一百萬 永遠未來 很好笑 每一路都是 十九塊PACE 十八塊WIN 是啊 PACE很分有WIN 這個很早期 到開跑前 大家三四分鐘 穩定了 WIN是十四五塊 PACE是十二塊 多月十二塊 發達 十二塊 意思是 都叫做抵倒 十二塊位置 怎麼會開跑 跑完之後 又熟過零一 現在很多人 現場都馬上指出 一駐一百多萬 二百萬 那又熟過零一 為什麼會有人 這樣買 你不要管 不要追求 結果有些人 或者有些人 貪了一毛錢 很難說 覺得贏了 不掉下來 或者不贏上位 當然 笑話 現在美國聯署 加息加六五 現在不會有人貪一來 零息的時候 都合理 零息 即是 早兩三年 只是零息 現在聯署局 都五來幾 應該沒有人貪一來 風險很大 又有風險 好了 講完這次 給大家分享 我就解釋不到 理由 只是解釋了 兩個可能性的理由 下星期六 有海外賽事直播 我們會做沙地賽事 暫時在這個節目上 還未公佈場證 到時決定 如何形式 到時早些通知 我們會在YouTube的收費頻道 做這個直播 至於平日 WhatsApp Group的會員 請大家留意 將生日 每日 都會有沙地賽事 即場提供 我們隨著 下星期六 開始 沙開賽事 再開始 遊覽 我們會整理一下 WhatsApp Group 的名單 希望各位 忘記了付費 如果不然就立即 立即 刪除了你 希望大家幫幫忙 我們再看看 之後的發展 會如何 我們這集 先談到 歡迎各位網友 繼續訂閱我們 免費頻道 給我們鼓勵 歡迎我們 收費會員 成為收費會員的方法 可以在YouTube的文字 描述中 找到連結 就可以知道 如何成為收費會員的方法 我們這集 先談到